您今天练拳了吗 大家好我是老刘 之前我们聊过小架拳里面的研法跟练法对不对 今天我们来聊聊太极拳小架里面的用法 不过在聊这个东西之前啊 大家一定要清楚 不管是哪一个拳种 你如果只是知道怎么样去用 这个用法是什么 但是你不去练 不去实际运用操作 如果真要到了需要用到它的时候 那么这个东西你还是用不了的 大家知道了以后一定要去练 好吧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一句话没有 叫做力不打巧 巧不打功 功不打神通 其实像这种话呀 还有很多种另外的版本 我在这就不一一说了 我现在只记得我当时学拳的时候 师父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以后要练到功打法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刚刚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 力不打巧 意思就是你的力量再大 但是你如果不会运用的话 那么你是打不了这个巧的 这个巧是什么意思 巧它就是指你经过一系列锻炼之后 你会运用你身体里面的一个能量 也可以掌握得了如何去运用这个巧劲 其实我刚刚说的那个功打法中的法跟这个巧 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吧 就是方法的意思 用法方法 一是你力量的一个用法 二才到了这个招式的一个用法 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在研究招式的一个用法 怎么样去运用 其实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练拳不练功到了一上空的那个拳 功是什么 功就是你要去训练你力量的一个用法 因为招式的一个用法它在外面属羊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在外形动作上你比划两下 别人就可以很快的学到 比如说什么琴拿呀 什么几个招式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外形动作的表现形式 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属于一种及时奖励啊 我在这一条片子里面提到我什么是及时奖励 什么是延迟奖励对不对 那么延迟奖励是什么 延迟奖励就是你力量的一个用法 这个东西就是延迟奖励 它需要经过你长时间的训练才可以得到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东西很吃功夫 所以也就没有太多人去练了 后面说的那个巧不打功中的功 意思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功夫啊 就是经过你长期一系列训练之后 而形成了一个内在能力 也可以理解成为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你可以把自身力量的一个用法运营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经常提到内进这个东西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属于那个功啊 你可以把它养的有多大多肥多壮 就是你身体里面那块能量 你可以掌握多少 就取决于你的功夫有多高 最后一句话就是功不打神通 对不对 神通这个东西指什么 就是指你对你所练的这一个技术的一个掌控能力啊 其实说白了 就像我们太极拳里面有一个词叫做神明是一样的 也跟那个意思差不多 是基本上同一个意思吧 那么如果按照这句话来分析 我们今天要聊太极拳小架里面的一个用法 不过在这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就是说你想让你的拳可以用得上 在这里你首先要给自己定两条规矩啊 什么规矩啊 第一点就是你练的时候一定要有心啊 我说了这一句话 大家会不会感觉很好奇啊 我们一直都是在用心去练这个拳啊 我们练用法也会用心去练 我不是说的这个啊 用心练拳这是一个前提 也是一个基础 我说的用心是你在练用法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打人心啊 在这里不光是你自己练的时候 或者是你跟你伙伴一起配合搭手的时候 都要有这一种心态 我感觉只有这样啊 才可以调动起你身体里面的一个最大能量值 你如果练用法的时候 没有这么一个打人心 也就是你抱着一个无所谓的态度 他伤不了我我也伤不了他 这种心情去练这个用法 不管是你在下面练的再怎么熟练 再怎么好 如果真的有朝一日需要用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感觉也很难用得上 为什么 这是一种习惯问题 你只有抱着这种心态去练这个用法 你才可以更好的了解自己 练了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 到底能不能用 在这跟大家打一个比方哈 比如说你拿一把木剑 跟你的伙伴对练 对方也是拿着一把木剑 你们已经习惯了拿木剑这种感觉啊 你上不了他 他也上不了你 这种习惯一旦养成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就是说如果真正到了你需要拿一把真剑 真剑 真剑去用的时候 那么你拿到手里这把剑你都不会用了 你拿到那把真剑你就会心慌 你只要心意慌 那么你练的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没用了 就是说那种心态你转变不过来 大家看现在的散打拳击之类的 现在格斗这些东西啊 人家在对练的时候都是抱着这种心态去练的 为什么因为有输有赢对不对 连现在格斗没有说是在擂台上想输的 所以说人家在擂台下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去练的 所以人家上了擂台才不会有那么的慌 因为已经培养好了这种心态 所以他们练的东西才是真真实实可以用的 不要跟我说传统武术讲什么武德呀 又是要修身养性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如果说你练这个拳就是要修身养性 那么你就不要学台语拳里面的一个用法 你如果想学这个用法 你不抱这种心态去练 那么你这个东西还是用不上 武德是什么 如果说你认为的武德是在擂台上怕伤到你的对手 从而没有这种打人的心态的话 那么我认为你是在侮辱你的对手 那么你就是不尊重他 你认为你开权力你就可以把人家打败吗 你太小看别人了 好吧 这个东西啊 其实就是一胆二厘三公斤中的胆 第一条胆 你一定要先有这个东西 好刚刚说的是第一点啊 你要有打人心 那第二点是什么 就是你要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 我说大家会不会笑啊 什么练这东西还需要想象力 对你需要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 大家想你练这个用法是你真真正正用到的次数多 还是你自己训练或者是跟你朋友在一块玩的次数多 这个问题肯定就不用想对不对 肯定是你在下面自己玩的次数多 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说 你一辈子可能都用不到一两次这个用法 就真真正正去用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不是职业的在擂台上天天打天天输赢靠这个吃饭的话 平常的人你一辈子可能都用不到一次两次 所以说你要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 为什么你平常的时候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自己给自己过招 想象一下对方是怎么攻击 你要怎么样应对 我说到这大家不要感觉很好笑 因为我是在胡说八道 其实这一点才能充分的证明 你到底喜不喜欢去练这个用法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关键点 你要把这个东西融入到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我们聊拳的时候 我跟男生说过 拳不离手 拳不离口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拿到用法上也是同样的适用 好 那么我既然啰里巴索说了这么多 这个拳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用 我拿拳里面的其中一个动作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完了之后 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个拳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用 比如说我们拳里面的第三个金刚导队 大家看这个动作怎么做 拳变金刚导队 对不对 这样做 大家看这个动作应该怎么样去用 比如说打个比方 我们这个拳可不可以打 它当然可以打 对不对 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打 也可以选择不打 选择打是什么情况下 就是说你的功夫很高 你感觉用一个劲就可以把你的对手打败 就代表是 你用一拳可以解决的事情 当然是再好不过 你如果说是 一拳解决不了 你的功夫没有那么的高 你需要用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劲 才可以把对方打败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不打 怎么说 就是说你这个拳当一个幌子 在别人面前一幌 这个时候如果说敌人招架 你可以用轴直接上 这个轴是什么 这个轴就是你拳的下一个劲 对不对 你拳前一个劲 就是为你的下一个劲 做一个埋伏 就是说它是虚的 你后面是实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欲扬先逸 对不对 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东西 叫欲扬先逸 如果说你拳 轴都没有打到 那么我们可以再为下一个劲 做准备 你看我们拳没打到 轴没打到 如果说你在打轴的时候 敌人有一个攻势 大家看我们在发每一个劲的时候 一定要想好 你打人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被打这个情况下 所以说你在发每一个劲的时候 你要做到保护好你自己 我们出拳的时候 这个手可以不放在拳上吧 当然可以 对不对 我们练的时候可以这样练 我们打拳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这样打 是不是可以这样打 什么打都行 我们打轴的时候 我们的手 左手在里属阴 我们的轴属阳 是发劲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的手 可不可以护住你自己的身体 不被挨打 当然可以啊 它属阳 阳出去之后 不管打到没打到 你都不要去管它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助阴不助阳 不是说你发劲不助阴 发劲肯定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要为你下一个劲 做准备 下一个劲而更重要 这个大家都明白吧 轴的下一个劲是什么 轴的下一个劲 发出去之后 调重心啊 打这个掌 是不是啊 把这个掌出去 这是不是下一个劲 你打掌的时候 你的手是不是也要保护着 你自己的身体不被挨打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呀 再比如说 你全轴掌都没有打到 这个时候啊 你就尽量的不要再用上盘的 一些发劲了 换一些动作 比如说我们下盘 为什么 因为你上盘这些动作 用的过多 就会导致你的对手 有一种防备心理 就是说 你全腿一定要结合着用 为什么我们金刚导队 这个全轴掌 完了之后 就起腿上金刚导队 为什么要上 就是因为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 膝盖可以够得到他 可以打他 那么你就用膝盖打 如果说你的膝盖够不到 你就不会把你的腿伸直吗 你的腿可以蹬了出去吗 当然可以往前蹬啊 对不对 这个距离就长了 你也可以打得到他 这个就是太育圈里面的一个用法 这叫什么 这叫虚虚实实 实中有虚 虚中有实 你不一定用一个劲 可以打到他 除非你作战经验非常丰富 这个时候你用一个劲 可以打到他 可以把他打得不敢动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劲 可以打 在大多数情况下 你用一个劲 是非常非常难打到别人的 为什么我在这一条片子里面提到过 就是打人最起码要准备三个劲 这三个劲不是什么 膨劲 铝劲 暗劲 什么乱七八糟的踩劲 劣劲 而是指你三个发劲 不管是你哪个部位发劲 一个发劲就是一招 你可以用几招打败你的对手 这个东西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对不对 这个就是拳里面的一个用法 其实套路里面的很多用法 已经为我们编排好了 这个时候啊 你只需要把他们稍微的动一点脑子 提炼出来 之后单独拿出来去炼 如果说你都不愿意动这一点脑子 不愿意去思考这么一点小问题的话 那么你就等于是不把这个拳当回事 同样的你也是用不上这个拳的 你如果只等着你的老师啊 或者是别人给你说一些 这一招怎么用 那一招怎么用 这些东西你是根本用不上的 用法并不单单指你这一招怎么用 那一招怎么用 你这些东西可以随机的组合 最重要的 而是指你的一个思想 我刚刚也说 你要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 大家应该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打拳的时候 无人似有人 对不对 就这种心态 就这种心理 你练用法一定要有打人心 你一定要先有这个思想 要不然你这个用法 就算你练好也是没用的 小架拳的每招每事 它都很简单很直接 只有这个样子才可以摘出来用 打架 它不就是一拳一腿的事吗 对不对 搞得那么花哨 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些东西就是研发嘛 演练套路的一个方法嘛 对不对 那么用的时候 就看你脑子想的够不够多了 你能不能灵活运用你所学过的东西 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一套理论 对于每一个拳种 它都是适用的 只不过用力方法不同而已 比如说散打里面 你看散打或者是拳击哈 他们一开始虚晃一拳 然后啪一中拳上来 对不对 我们小架拳里面呢 虚晃一拳 啪就上轴了 就是说用力方法不同 人家是出去 然后收回来 出去收回来 是这个样子一个运动体系 我们的运动体系是 出去不需要收回来 直接上 是这种用力方法不同而已 也仅仅是这一个区别 如果说哈 有可以看到现在的朋友 我拜托你 您千万不要在我说完第三个金刚导队之后 留言告诉我 老刘第一个金刚导队怎么用 第二个金刚导队怎么用 第四个金刚导队怎么用 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样子 这些都是你自己需要灵活运用 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的用法 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技巧 什么理解都不同 所以说这些是活的他不是死的 好吧 还有一点是大家要知道的 就是说你不管是在对练的时候 或者是你实际在运用的时候 不管你是用哪一个动作 你都尽量的把你的动作完成 什么叫完成 就是说你不要感觉你这个劲 或者是这个劲 刚要发对方的攻势非常强烈 你都来不及发出来 你就去保护你自己了 这个样子是你要尽量避免的 就是说 不要让对方的一个动作破坏掉你自身要做的一个动作 你要尽量想办法让你的动作去破坏掉对方的动作 让对方没有动作可做 这个样子就证明你把对方控制住了 而不是对方把你给控制住了 这个大家能明白吧 当然啊 你不可能是为了完成你这些动作而去做这些动作 从而不保护自己 这也是不可取的啊 就是说你尽量的做动作的时候 有功就有手 尽量做到吧 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就是尽量有功就有手 你这一个手出去 你这个手尽量护着自己 你这个手出去 你这个手尽量护着自己 或者说是用左手出去右手护着自己 就是说两只手都要用上 不要用一只手去 就这样打 就这样打 弓手相背嘛 就是说你拳里面很多动作 我感觉都编排的挺好的 六封四壁都是两只手出 或者摆了两次啊 或者说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动作 那么我们再把话说回来 就是说你如果想让你的这个拳用的上 那么你是不是要首先 学会我们小家拳里面的一个用力方法 对不对 你如果说卡在这了 过不去这个坎 那么你说再多的用法都是没用的 你除非也就是学一些手法 要不然就直接擒拿呀 什么摔跤啊那些东西 只需要力量就可以完成了 不需要用这种短镜去打的 这个也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 这个拳里面的一个用法 我的理解 希望我说出来之后 对大家练拳有一些帮助吧 好吧 那我们下期见 您想说我按卡在战状里面的 您看 吃你